今月凌晨一甲焦点站,游文2比0完胜斯帕尔,C罗首开记录,登场射手棒守卫,首次登殿会长的曼朱基奇下半场扩大比分,游文联赛开机13轮不败,此一C罗又是全场最佳,独造两球。 试想,黄马还有他,岂会被无名之辈,埃尔堡3比0羞辱,此一入战一球之后,C罗打进了一架第九球,赛季第十球,年度第四十次球,游文12胜一平,而葡萄牙人也在继续刷新队史记录,成为了游文队史最快,取得实力进球的球员,仅仅用失十六场。 其他最快记录得主分别是,银杂吉十八场十球,伊光英二十场十球,克雷泽改二十九场十球。 而C罗进球之后,镜头也对准了身份,转换来文婚姬的乔治娜。 看看C罗,已经是33岁的超级球星,最高效的顶级射手,完全有行动自由权,可以在前场节省体力等球,却还在满场飞奔,挥撤,拉边,回防,一样不落。 还回到本方进去帮对方高球,如果说第一球是他几米前叉的经验判断的话,尤文的第二球完全就是葡萄牙人跑出来的机会。 第五十九分钟,白马军团后场长传,C罗告诉奔西,从身后前叉抢断,在对手进去拿球回传,于是才有了道格拉斯科斯塔基球射门,以及门将扑就起为脱手后,曼朱基奇的门前不胜入网。 赛后,尤文后位伯努奇接受采访,对我们来说,要保持和第二名球队的差距是很重要的。 尤文前,下了一位伟大的球员C罗,他是世界最佳,也是一位很棒的职业球员。 主帅阿莱格里则感叹,C罗的动作和思考都非常迅速,他用眼角就看到道格拉斯科斯塔跟了上来,然后把球回传给了他。 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都需要赶尽,能够提前讨论下一步。